主持人在生活上 被先生覺得是甚麼 很特別 我第一次見他 我都問了很多問題 其實從小到大去了解 發覺有一個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在朋友之中 都會說他公主病 怎樣為公主病 就是他每件事都很自我中心 只是想自己的需要 從來都不懂得關心別人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及後我會見他一些朋友 一些比較友善的男性朋友 從小都追到他大了 但都追不到的一些男同學 了解過 然後也說相處了十年 大家是朋友 吃飯時都會叫他一起 中學聚會等等 但他永遠都是自己坐在一個 就不會跟其他人聊天 不會問其他人近方 當然他也不是一個壞人 他都會有說有笑 你問他最近近方 他就將自己的情況 原本這樣說給你聽 譬如說給你聽 我最近入了十份資料 我破了紀錄了 我以前需要九個字 我現在四個字我搞定 但說一些是其他人沒有興趣的事 譬如他又會說 我最近升級了一個硬碟的伺服器 令到我的取傳速度又快了 但又是說別人沒有興趣 譬如別人在說家庭 說寵物 說一些事業 他完全答不到 最後是說一些 九五答八 你最近怎樣 我就說了 都是一些比較 在社交上比較好一點 其實有些人就會想 會不會是因為 由小到大 父母沒有教你 怎樣跟其他人溝通 是不是因為太過保護 其實這是第一個想法 第一 美女 是 有錢 公主 說話 又不太搭嘴 又不太興趣 這個擺明是美女的感覺 是一個很典型的公主 很多人都會接受到他 接受 大家都一齊出來吃飯 都會見到他 但最奇怪的是 他原來有一個特質 他對於自己的感覺 不是很掌握得到 譬如 最明顯的一件事 他離婚 我好像想哭 但又不哭 有些不開心 但形容不到那種感覺 他跟朋友說 我先生走了 那些朋友都會關心 不要不開心 他就會說 什麼叫不開心 是的 我家裡的先生 都搬走的東西 但我覺得很不習慣 身邊的人以為 他不愛他老公 我不是不關心他 他有什麼需要 他病 我便買藥給他吃 我帶他去看醫生 他肚餓 我便跟他出去吃飯 我做了我要做太太的本分 但他突然間走了 他把家裡的東西帶走 都不要緊 我自己翌日都已經買了東西 把家裡重組 但肯定是不太習慣 最初以為自己不習慣 家裡改變了 但把所有東西都放在那裡 我不習慣少了一個人 不習慣 床好像沒有了一個人在旁邊 沒有了一個人氣 所以他嘗試叫自己 新的關係 自己爸爸媽媽和自己一起住 我以為我都不習慣沒有人 可能有些不太相同 他不是我以前先生的風格 我先生喜歡自己打機 我叫我爸打機 但我爸又說不懂打機 我買一部遊戲機 也沒有人打 他嘗試去投入另一段新的關係 有一個所謂俗話說 觀音兵 追了他十多年 終於有機會了 請他到家裡坐 你可否在我面前打機 扮我老公 然後那個男子跟他說 你是不是真的很傷心 你要我扮你老公 無所謂我扮 你坐在那裡幫我打機 然後打一打 那個男朋友也覺得有點奇怪 你只要我打機 你可否躺在床旁邊 但是好像有少少男女受受不親 你不是我老公 但我不習慣 我要有一個人在 你可否做這個角色 然後他那個朋友就覺得 你是不是真的太過傷心了 太傷心 你是不是傷心到 逐點這樣說 你短了 要這些事 但其實跟他談過 他發覺真的 他有一個很強的特點 他對於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他拿捏不到 他不知道 怎樣為之真真正正關心人 他只是很表面 在一個行為上 做一些滿足其他人的事 譬如小時候他知道 如果他跟別人說 多謝 麻煩 譬如麥多勞 買雪糕 雪糕就會多兩個圈 薯糕就會握滿些 又或者跟別人說多些禮貌的說話 別人就會對著他笑 會給多些方便 他就學回來 但他說 從小到大我都感受不到 甚麼叫感激 你肯做就做吧 沒有我 不是我叫你做的事 所以別人幫他做的事 他不懂得去多謝 不懂得去感激 另外就是 在一些社交場合 亦都不懂得看別人的眉頭眼睛 譬如去酒樓那裏 不如一人叫一碟菜 有些人叫菜 有些人叫魚 有些人叫雞 到他就會說 我要喝紀念湯 中式酒樓 很有型 跟他熟的朋友 跟他熟的相處很多年 都知道他弄的事 不要理他 我們繼續叫 但是他就會覺得 我真的想喝紀念湯 我真的想吃薄薄 你下次不要問我 你會見到他 不懂得投入社交關係 不懂得揣摩別人的喜好 不懂得跟其他人混和 到最後旁敲側擊 問了不同的家人朋友 結論就不是公主病了 其實原來這是一個 我們以前叫做阿士堡加症 現在我們有一個新少少的名字 叫做自閉普系 不過是比較輕少少的一種自閉症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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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